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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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燕爾悠比 今天跟來月 來玩這張 在巴哈上 好像還蠻有名的一張RPG系列的地圖 是香港玩家做的 然後它叫做異界之塔 然後這裏是重生點 如果你在 李宗盛 請確保所有玩家到齊才開始出發遊玩 欸欸 我都還沒確保欸 好啦 只有我們兩個 地圖作者 CC061495 啊另外一個呢 地圖助手 ULTRAII 好 我看它的Skin是不是 就好像是原本的頭嘛 那這個不就是 欸 就是黑媽媽嘛 請確認自己 MyCraft版本為1.8.3到1.8.5 OK 我們現在是1.8.3 為了享受更好的遊戲效果 請設定以下效果 建議設定光亮度10%至100% 好 看一下 這樣 亮 亮 亮 顯示雲畫關閉 關閉的 距離視野 10到15 chunk 哇 有點遠欸 對我來講 真的假的 我平常都一直設定12 就不用改了 好 前往 前往開始遊戲 提示我們現在是要 準備好了嗎 用力消呼吸 一口氣 然後勇敢 欸 等一下等一下 這邊有告示牌 害怕了嗎 不用怕 這裡不是很深 放心的跳下去吧 下去啦 欸 呵呵呵 疊劍 天下去幫我探路嗎 有個神奇跳法 呃 掰掰 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喔喔 JUMP 欸 為什麼我們玩所有遊戲都要JUMP JUMP也是 欸 這是時鐘欸 為什麼弄這東西 這是頭顱吧 我個人認為啦 欸 好酷喔 這是 欸 這是音像嗎 這裡有那個 剛才有一位信使在門口前 經過似乎放了信件在信箱 去看一下吧 我怎麼會拿到唱片 怎麼你拿到 你該不會有點個鍵之類的 這裡有箱子欸 裡面有一個隱藏獎勵 欸 很慘欸 你去把它關掉好不好 好啦 放到箱子吧 這個有沒有成就啊 輸 介紹 其他劇情都是 看似普遍的村莊 城內空氣飄著一股邪氣 無人知曉的危機 暗藏在一座異界塔之中 面臨毀滅的世界 人們畏懼惡魔漸漸增加 該是結束一切的時候 好 我們先去看信件 這是吐司嗎 對啊 哇賽 吐司快啊 夢喔 我出去拿信喔 有一封為收取的信件 欸好酷喔 它有字 然後我們是勇者 給勇者的信 親愛的勇者 你好 我是村裡的村長 在最近我們村莊附近 突然出現了一座 充滿神秘的高塔 這座高塔散發出邪惡的氣息 令住在村裡的村民都感到非常的擔心和畏懼 感覺將會有一件可怕的事情發生 所以我想拜託你去幫我檢查 啊不 我想拜託你 幫我去探險一下這座高塔 放心 我會在高塔的G-F給你一些物資 村長上 你要看嗎 好 Let's go 所以我們現在是要跟著這條小路走嗎 所以我們現在是要跟著這條小路走嗎 沒有 要先欣賞一下這個建築 蓋得還不錯 你還好 好 我們要 作者的用心 到 慢慢的體會 我想一下 這不是解謎所以我不用找成就了 神秘入口 前往異界之塔入口 有嗎 欸 我現在要進去了 我總覺得好像這玩恐怖遊戲 那只是說的比較 哎呀 有火的聲音 啊上面有火啊 我知道我看到嘛 大門被關上 看來要解開激光才開啟 去附近找一找 這附近有激光的意思嗎 我還在附近 可是這附近不是都圍牆嗎 嗯 激光 欸這過不去 那 可別讓我們過去 這裡嗎 這不能點欸 唉唷 這附近會有激光 我們說是 我覺得是長按鈕 因為跟按鈕的顏色很像 對 對 所以就是石柱看一下好了 你看 你看那 右邊的 我看左邊 這附近 我覺得它石柱做的好漂亮 好啦 這好像沒走 嗯 真的那麼漂亮 欸 這個按鈕 非常的可以 真的有按鈕 欸真的欸 發動了激光 大門入口似乎打開 欸開了開了 拿來進去 欸它真的是長按鈕欸 你好聰明 好 請自行分配玩家身份 然後走入對應的通道 玩家1 加2 加3 加4 欸 所以我們要分開走喔 可以不要嗎 好 兩個玩家1也太 也很奇怪喔 沒有啊 它只是設定而已啦 到時候還是一起走 好 那我去玩家1吧 1 2 3 喔 準備進入一戒之塔 喔 是解謎嗎 我是玩家1 1 2 2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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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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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然後這是瘋火台嗎 有沒有小那麼奇怪啊 你看到那邊的字寫什麼嗎 我看不太到欸 他說什麼 右邊的 為什麼我看字這麼模糊 看得到嗎 他這就可以跳 右邊的路被鐵欄杆封住了 所以我們現在是要 就要找機關然後把 鐵欄杆打開對不對 是這樣嗎 要不然要怎麼開 因為右邊封住了所以我要走左邊 左邊有得走嗎 左邊對也是關的啊 好像是好像 為什麼你在對面 不好意思 看來只能走這邊的水道 我覺得我被carry了 謝謝carry 你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顯得好像我很笨一樣 沒有齁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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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覺得難怪你會說我 該多玩一下生存 我很沒有解謎的概念 解謎概念 對啊然後自己蓋一張解謎地圖 呃這絕對沒有偷打廣告 偷打廣告 恐怖地圖 可是到 唉唷 我叫他去了 我叫他去了 可以再游上去 感覺會被淹死 欸這裡有拉桿欸 困難模式 正常模式 簡單模式 你覺得我們要玩什麼模式 不要玩了 你趕快來幫我選模式啊 簡單的吧 簡單的嗎 真的嗎 是嗎 有你carry 還需要簡單 困難直接上啊 困難 那我們可能會重來很多次這樣 好那 那正常好不好 不要簡單 OK嗎 OK OK 難度設定為普通模式 玩家初始生命值設定為40 呃40 唉唷這個 你拉下控制桿 旁邊兩個就不見了 好 唉唷 我是不是聽到 說你的聲音 嗯 嗯沒有 是我 嗯嗯 是那個 勇者 你終於來了 我為你準備了一些物資 物資就放在箱子裡 拿去探險吧 聽說這座高塔有40層 而且當中有很多可怕的怪物 最後 我祝你好運 Good luck 村長 呃 跟村長交回信件 換取交易用的經歷 唉 我可以跟他換 十個經驗 那你跟他換 然後把 把錢給我 唉唷 你會扣血 打我 不要不要 唉唷不是阿你會回血嘛 回血就好 然後這裡有物資 玩家1 你要去拿你自己 可以偷拿別人的嗎 唉開不了唉 唉唷 唉唷 好厲害喔 唉唷 可以開你的 唉唷 唉唷 不要偷拿我的東西 然後有新手回復藥水 唉唷我丟出去 我丟出去了 唉唷 唉唷 他怎麼不能那個 喔 拿著劍走會 加死他的跑速 嗯 然後這邊寫什麼 這邊還有告訴他 遊玩人數 遇到市民玩家 2014到2015年 唉唷 遊戲手冊 遊戲規則 遊玩人數 遇到市民玩家 遊戲模式 冒險模式 除了特殊情況 任何方塊和物品 不得破壞 在某些關卡中 可放置方塊和物品來過關 單 不可進行合成 不可作弊 遊戲中的精力 可以在商店進行交易 玩家死亡後 會自動轉為觀察者模式 當全部玩家死亡後 會扣減經驗值 並須重新挑戰關卡 重新過關後 死亡的玩家 會自動 成功 重新過關後 死亡的玩家 會自動復活 Enjoy the game OK 讓我們可以開始享受遊戲 好 這裡是 我們要闖關了嗎 你準備好了嗎 Are you ready 對 Yes 好 喔齁 看來有客人來了 那就要好好招呼一下 怎麼有兩個按鈕 前往第一層 其實應該就是 我進來 我進來了 我進來 第一層 這裡寫什麼 中介箱可將物品儲存在中介箱之內 在每次挑戰關卡之前 請向左方看關卡說明 可清楚了解關卡的玩法 我們看一下 第一層 一般怪物關卡 請打倒所有的怪物 第一層就是我最討厭的打怪物了 好難過喔 所以我有個朋友 他還沒玩解謎 他都玩打怪物 當你踩下前方壓力板 就會傳送到第一層房間 開始第一層挑戰 好 拿起我們 拿起我們手中的劍 然後砍 喔該不會怪物是自己的鏡像吧 倒數十秒準備時間 最後五秒 喔開始了快打 快打 我打只一隻了 拿木棒怎麼跟我打 感覺他是一波一波出來的那一種耶 只有兩隻 喔第二波開始了 好像會 該不會是每一波就增加一隻吧 你後面有一隻 你看我被打了 不能一隻揮劍 因為一隻揮劍 我發現寶石兔會下降 真的假的 所以盡量就是 所以盡量就是 好多隻 好多隻 打帶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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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怪也是有技巧的 看我殺死兩隻了 OK 成功過關 欸我們成功過了第一關 第一關通常都小賽一點 發現我們 而且我們有打怪的實力的耶 你有沒有這樣覺得 不錯不錯不錯 好 前往第二層 前往第二層 GO 好先看左邊說明 第二層 一般怪物 怪 卡 你打到什麼怪物 怎樣 第二層也是要打怪物嗎 關卡正式開啟 才能來挑戰吧 好 那我們又要拿起我們的木劍 可以夠了嗎 他寫了好多字喔 哪邊啊 就那個 我剛剛看一下對話 出現很多 那我就先 為什麼你有對話 我們怎麼沒有對話 喔不是對話 就系統 距離下一關開啟還有十秒時間 這什麼 表演都沒在看 好 我們一人站一邊 你保護我的後面 我保護你的前面 開始 欸有蜘蛛 那個蜘蛛壞掉了 蜘蛛不會懂的 欸我會不會揮劍揮到你啊 會 應該會吧 打打看 不要啊 不要你怎麼看 用手打我 欸這蜘蛛會動 不會啊 你不打他好像不會動 我什麼都去找你啊 你真的是看起來比較可口 好多這樣子喔 我趕快撿你 這隻地上波 他蛇太快了吧 我還在撿欸 啊 救我 救我 你要被我摸了喔 我突然很慶幸我沒有選困難模式 11等 11等啊 欸我15等欸 欸居然 好 前往第三關 GO 第三關不要跟我說是大怪模式 喔不是了 技術關卡 請跟隨石磚出現的路徑 前往對面的終點 是跑酷嗎 等一下 這 終界箱是幹嘛 我們可以把垃圾丟進去 嗯 沒有跑 只是可以儲存路徑 這樣子嗎 我可以這樣子放嗎 好 那我們去 等一下我再看一次 請跟隨石磚出現的路徑 啊路線 好 GO 喔 要弄什麼 欸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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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石磚出現 他會消失嗎 對 你後面的人都不見了 真的假的 喔 喔 天啊 好可怕喔 喂 啊他只會一次而已嗎 這樣我算球戰死吧 不知道啊 欸有了又出現一個 但是我已經錯過了 喔 欸 他繞的路也太遠了吧 為什麼要這樣 啊我到了我到了 欸 欸 原來一個到就會過關喔 哈哈 欸 為什麼是我挑戰 你這個 Carrie Carrie 哈哈 好啦 第四關 Let's go 這邊說明是什麼 特別怪物關卡 請封印所有的上司 每個封印口只能封印一 什麼意思啊 我們要怎麼封印賞食啊 嗯 那就是開個頭啊 到裡面就可能就知道了 喔 好可怕喔 我封印賞食欸 這是什麼東西 怎樣 怎樣怎樣怎樣 是要怎樣封印啊 啊 那個 公司燈感覺就很明顯 什麼意思 小屁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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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打不死欸 不是吧 是要封印他吧 你應該是要把他帶過來 喔 來吧 欸你怎麼上去的啊 小屁�� 怎樣封印牠啊 來囉,乖,小寶貝 小寶貝進去吧 欸,真的是這樣子欸 所以 好,我們現在是要帶小孩 我們真的要帶小孩 過來喔 這,這IT很不錯 進去,進去,進去 進去,進去 進去啦 喔唷 煩餒 為什麼我推不進去啦 這太難推了吧 怎麼推 你要衝,衝打他會飛比較遠嗎 欸,進去了進去了,我成功了 哇,他那個 為什麼他身上冒煙冒身在 我不知道欸 天啊 好難玩喔,這遊戲 還蠻有創的 只能一隻啊 那隻拿過去快點 欸,你怎麼那麼順啊 欸,你怎麼那麼順啊 蛤 你,你是抓到訣竅了是不是 等一下,還有哪邊,還有這邊 那我引再去 蛤,欸 欸,對啊這邊有了 還有哪邊啊 還有這邊 救我啊 成功一個 欸,他另外一個門在哪裡啊 在另外一邊了吧 他怎麼都不理我 又要跟著我了 啊,在這邊啊 你把他推過來喔 小寶貝,過來喔 哈囉 他沒路了,他沒路了 哈哈 欸,他在那邊轉圈圈 喔,傳球 好酷的傳球 哪邊的門卡啦 喔,這邊喔 欸,他有40層欸 前往第五層 頭目關卡 頭目關卡 請達到小頭目 及其手線 小心頭目的虛弱詛咒 嗯 我很不會打 我很不會打王欸 沒關係啊 你不知道我是BOSS終結者嗎 嗯 好笑嗎 嗯,五秒的時間啦 恐怖欸 要怎麼閃虛弱 我 這是,這是手下嗎 欸,你怎麼被圍毆啊 喔,你幹嘛打來打我啦 他BOSS在哪裡 不知道欸,他可能 最後一次才會出現這樣 欸,你要是 好 這邊怎麼會有 那個啊 喔,這是BOSS嗎 這應該就是BOSS了吧 因為他長得不太一樣 喔,我受到虛弱了 我受到虛弱了 不能打他欸 你可以打他嗎 是 欸,可以了可以了 還蠻痛的欸 他打你一下幾個 四個 OK 成功過關 成功擊敗BOSS得到一粒地獄之心 哇賽 我現在二十四的咧 二十的 關 GO 看一下喔 恭喜你成功挑戰五樓 村莊已被開放 那裡有相當多的資源可以幫助你闖關 你可以往後返回村莊 去村莊裡補給一下資源 因為之後的關卡難度會越來越困難 第六層,一般關卡 好,我們先回去好了 因為還是要那個 我回去補一下 我看一下有什麼裝備 欸,這村莊好漂亮喔 哈哈 喔,而且還會加寶石 不錯 歡迎你來到村莊 歡迎你來到村莊 一開始可先到商店裡購買武器和裝備 購買你的專屬武器 然後進行武器升級 而且可將你身上的戰利品進行回收 換取更多的精力進行交易 最後,村莊還埋藏著相當多的隱藏箱子 請進行搜索一番吧 欸,我們還要去找箱子才有錢錢 啊,白癡喔 我們沒有把唱片帶過來 唱片可以換三個鑽石寶石耶 任務換領處 可要用任務一張換取物品 可以換什麼啊 附魔書 哇,他可以換附魔書 而且還蠻多本 嗯,我覺得可能 釣魚應該是不錯的賺錢物 喔,我拿到46個精力耶 戰利回收十幾個 你點他,他會幫你換金錢 對那邊要怎麼跳 衝啊,衝 然後頂到一下 然後你就往前 頂到一下是這樣 你都把自己人變小了 打掛啊 把自己人變小 把自己人變小 要怎麼上去啊 欸,我上來了 我一到五關 下面的六到十關 就下回再看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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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